无论是用色大胆的图腾花样 或是线条俐落的木柯纹手机壳 独特的仪式设计都可以看到丰富的原住民元素 不同于一般常见的传统原名商品 泰鲁阁族青年德拉与刘燕华两位大男孩 选择结合时尚 透过原名文化的发想打造创意潮流商品 好比这批新上架 与女装品牌联名推出的福桑花系列单品 看得到春夏的鲜艳 却也巧妙地融入阿美悲男族故事 其实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就是各大的世界名品 它走秀 那走秀的那个内容呢 很多都是用那个数位印花 跟图腾这个地方来做设计 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这样子一个潮流的方式 我们就回过头来找 那个原住民有跟花有关系的一些故事 其实阿美族的部落里面 家跟家中间就是种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扶桑 红色的扶桑花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意向 把它融到我们的设计当中 合作多年的两人 其实是长荣大学媒体设计系的同学 哥良好从大学就开始接案设计T恤 透过创意市集贩售 累积不少经验 2011年 音源济会认识了原住民歌手舒米恩 双方一拍集合 不仅搭向了自创品牌花生骚的知名度 也让两人重新审视了对设计的定位与价值 其实我们在成立公司的时候是 跟舒米恩合作 一个原住民歌手舒米恩 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做他的周边商品 11年的时候 他办一个森林系的演唱会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突发奇象 因为他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要出商品 然后我们就很叛逆的说 那我们就我们先别跟他讲 然后我们就自己做一个 就是有关于森林系的原住民商品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 猫头鹰的T恤 这猫头鹰的意思应该是 他是森林守护神的一个使者 对然后他就是代表 他在森林系里面 大概代表是一个新生 跟希望的一个动物这样子 搭上舒米恩演唱会的顺风车 两人专注在原民风的设计 逐渐在市场展露头角 而这件诉求环保概念的口袋森林 彩绘编织部特别取自 花莲秀林箱的设计坚持 也颇受市场好评 但和许多创业者一样 经营初期成本与定价的拿捏 也曾让他们遭遇挫折 因为我们一开始 我们都是希望是 那个我们的设计是多款 但是是少量的 然后再去测试说 这个市场能不能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那就变成说 因为我们的量很小 所以就工厂来讲 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压得太低 所以以前其实不太了解 成本这个问题 等到我们真的是在 这个社会上面 开始卖的时候 才知道成本对我们来讲 是个压力 因为我们的利润就变得很 很少 就是很辛苦这样子 凭借着一股对 宝岛原住民的热爱 德拉与小画用设计 为原民部落特色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时尚品味 不仅如此 两人还陆续透过联名的方式 推出各式各样 不同系列的包款与饰品 希望透过多元管道 让原住民文化魅力 无限璀璨延伸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红黄军台北报导